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非賣品 為什麼非賣品呢 因為它不是上盤掛牌準備賣給大家的產品 而是一個我已經幫客人買入了 他們今天收樓準備入住的單位 為什麼跟大家分享呢 有很多原因 首先第一 因為它的景色挺漂亮 我可以說是在Matchel Town 或者差不多大溫地區 見過最美的高層景觀之一 都是很美的 尤其是Matchel Town 之前在Brandwood也有賣過很多高層單位看出去的景色 在Matchel Town很少是這麼開洋 向東北山景 有綠湖 又沒什麼遮擋 又看回北邊雪山 每次在Brandwood 覺得AmazingBrandwood的全部都很高 現在看過去都像一個積木一樣 很有趣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美景 另外這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自住單位 當然又不是上車本來的 也算是挺奢華的 因為有高層 4、50樓 然後又是很大的單位 但是是兩間房間的 主要賣點是景觀舒適 地理位置是Matchel Town的市中心 那個建築是6000MCA 之前我都分享過好幾次了 在這裡有很多買賣 也是很受歡迎的一座建築 因為它是 Station Square 第六座 有冷氣 旁邊是麗晶 下面有商場 這邊是Matchel Town Sky Train 在後面 所以這個地理位置很受歡迎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很有趣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段時間 踏入2024年 基本上都覺得投資和房地產買賣 已經越走越遠 現在我今年做的大部分客人 都在說買自住盤 不同類型的自住 上車的 或者是普通的小屋換大屋 或者是downsize大屋換小屋 或者是為將來去謀劃的 例如我計劃幾年之後要搬去Condo 無論是退休 還是上車 還是怎樣 所以我發覺 今年大家的想法這麼不同 所以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擺自住的心得 有什麼選擇 因為我們以往很多時候 Condo 可能都是小小的 主要是給大家投資 或者上車 其實在大溫地區 所以自住也有很多好美的選擇 剛剛有說起樓花 因為這個單位其中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樓底 是比正常的建築 或者正常的單位是高的 我們平時說 大部分Vancouver 新的可能是8呎6 8呎8樓底 甚至好一點的建築 大部分賣的樓花 都是9呎樓底 這個其實已經去到9呎7 9呎8 接近10呎樓底 廚房也差不多9呎樓底 這個屬於大部分樓盤裡的稀有型 也很少經常找到實物和大家分享 所以有這麼高的樓底 就和大家看看它有什麼好處 因為現在另外 我們有兩個樓花盤 在賣的都是feature高樓底的 Matchel Town一個 Brandwood一個 但是在售樓處裡 其實你是看不到這種效果 所以有個實物 讓大家感受一下普通9呎 還有你可以去到10呎樓底 是怎樣的 甚至這個也不是10呎樓底 這個是9呎8 真正的10呎樓底 其實房間反而有很有趣 跟大家去訪聽一下 這個剛剛是廚房客飯廳 一進來主人房 不知道大家在螢幕上 能否感覺到 是再高一點的 這裡我和機仔剛剛量度過 就是10呎樓底 所以就算你無論是什麼方向 去到10呎樓底 自然的單位光猛很多 你看到他們這個建築 還更加是做了 除了這些露台門 上面再做大玻璃 基本上是頂到底 ceiling to floor 的一個玻璃 空間感就很舒服很開揚 這是一個good feature 所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邊是主人房套廁的設計 這邊是門口 門完全不浪費的 門口就是一個corner unit 它真的不浪費 門口進來就是一個很大的island 然後就是廚房一整組 你看到因為它樓底高 所以其實它的櫃 雪櫃都可以做到很高 上面還有空間可以放東西 因為單單是這個廚房 就算它有了drop down 它都已經接近9呎樓底了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我們就算平時買一個 已經挺好的9呎樓底的單位 廚房都會drop down 所以這個高度就很棒 尤其有景觀 8呎樓 8呎樓 差不多8呎樓左右 很舒適 而且它的Layout設計非常好 因為基本上門口一進來 或者我在廚房這邊 我已經看出去 那個景觀已經超級舒服 那Natural Town這一邊 其實我們主要說 向北邊或者向南邊的景觀 向南邊就會看回Richmond 多一些平原 沒有什麼山景 如果大家可以買到向北這邊 其實都很漂亮 因為我們在溫哥華 就是很多雪山 它們是近一點Branwood 但是甚至來到Metro Town 都是很漂亮的 一陣子很壯觀的雪山 今天多雲 如果天氣再清一點 現在雪其實還未溶 你會看到很漂亮 除此之外 在Metro Town 會有多一個景 就是鹿湖 我記得當時 和大家去買Concord Metro Town 不同其數的時候 說得最多的是鹿湖 每個人都會想看到 除了山有水 這個就是Dia Lake Dia Lake 是比較圓形的 後面有個長條形的 就是Bernabee Lake 通常你要去到某個高度 才能看到 你買太低的樓層 即十多樓 你是不會看到這個景 所以層數越高 這個湖的感覺越漂亮 而且我們過去的距離 是很近的 大家可以看到 走路當然會累了些 可能踏單車 坐車 駕車 都很近的 可以完全是很近的 有個公園 大家可以去散步 去玩一下 Central Park 這個位置看不到 因為在西邊 就是另一些建築 適合它 我們過來這邊看看 東邊 就已經是Metro Town的商場 這個就是Stations Square 那個屋苑 這裏三座 後面遮住了 就是1、2、3座 我們這裏是第六座 第五座 也看不到 在南邊 然後旁邊已經是Metro Town 前面這個工地 就是Concord Metro Town 我們上幾個星期 都有跟大家拍過影片 就是其中一座 就是最遠的座 現在看到 就是Grand Tower Grand Tower 它的高層 差不多四十多樓開始 去到五十九樓 再加上最高的幾層 六十多樓都是一些大單位 類似我們今天看的這個單位 甚至更大一些 可能是1200、1300呎 其實景觀 就會跟今天很相似 所以我們可以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大家將來想低尺 其實景觀 去到Metro Town的高層 尤其向北邊 是很壯麗的 有山景、有六湖 附近的樓都比較矮 遮擋性都比較低 所以這個可以大家考慮 如果對Concord Metro Town Grand Tower 上面的Sky House 那些大單位 截著有興趣的 可以看我上一條影片 我網站上面都有 information carriequite.com 跟著slash grand 就有了 好了 我們又講一下這邊 看完景觀 剛剛看了東邊Concord Metro 那北邊 剛剛就是在說 我們看過去 其實都挺害怕的 我不敢看 哇 其實不是很害怕 我沒有那麼畏高 OK 好 前面這裡就是Brandwood Brandwood 其實我們平時一條Vuelingdon 直上就是 不塞車的時候 十多分鐘就到了 有時如果閃忙時間 都可能要二十分鐘 沒有Skytrain直達 很神奇 大家覺得Brandwood 和Metro Town的人 不用亂通 就是Skytrain 上面那條就是Brandwood 這樣去單坦 我們Metro Town的Skytrain 就是後面去單坦 很奇怪 為什麼要說到Brandwood 其實另一個樓盤 我們說有十呎樓底的 就是Concord Brandwood 即是四座樓下面的下一期 我們之前Oasis 已經跟大家分享過 東座和西座 現在出了一個北座 叫做Circle 它其實是很矮的 十多層 其實很適合大家想自住的朋友 因為我也有很多朋友反映 如果是老人家自住 我不想這麼迫劫 整座樓這麼高 然後很多人坐聶等聶 這個建築就很有趣 它基本上就是十多層 每一層都是十呎樓底 這個大家都可以想想 喜歡這種開揚的程度 說了一個十呎樓底的建築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位置看不到的 因為我們這邊是向北 就是Metro Town向南 即是Skytrain的南邊 有一座建築 叫做Rain 這個是West Group的發展商 它沒有那麼高端奢華 但是裡面的東西都很漂亮 用Miller電器 裡面的廚櫃都很漂亮 而且價錢很相宜 這個盤的話 基本上大家可以考慮最高的十層 27至37樓每一層都是十呎樓底 都是這個感覺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上網站看 carriequite.com slash ring 我現在呢 這裡下廚也看到 是的 這個單位呢 如果大家住在Metro 這一排 總之北、西北 其實你夠高層的話 你可以看到下廚、北溫、西溫 還有那邊的海峽 其實景色很漂亮 很舒適 哇 連那邊也看到的 你看到嗎 北溫那邊的水 什麼Rocky Point Park 然後再過去 在那邊的位置 抓過蟹還是什麼 那個位置 有什麼名字 忘記了 Bella Cawara 是Bella Cawara 那邊附近的水 好了 我們欣賞完室外的美景之後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室內 我剛剛忘記了 其實這個是一個四、五十樓 屬於這個建築的高層 都是特色單位 937呎的室內 面積兩房兩次 也有一個雙車位 再加上兩個Locker 它當初的掛牌價 差不多一百三十多萬 然後談完價錢之後 就成功賣出 現在客人都已經準備入住了 很開心 今天是清潔前 我們偷渡半小時的時間 來拍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大致和大家看過 門口一進來 基本上沒有走廊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廚房位 Island也特別長 煮菜吃飯之餘 可以再多坐幾個人 設定都很簡潔 木色配白色 那個是雪櫃 電器上面 微波爐是Panasonic Mirror是焗爐的牌子 這些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中間 Gas爐頭大的36吋 五個Gas爐頭都是Mirror 這個是七油煙機 然後儲物空間 這邊都是雪櫃 這邊都是Mirror的大雪櫃 這個差不多36吋 很大 特色單位就正 雪櫃很大 下面有個大冰格 然後這邊的中度 都有很多儲物空間 全部都是大櫃桶 櫃桶裡面還有櫃桶 下面還有一格大的 小碗碟機都是Mirror 這個就是廚房設定 廚房的景觀都是CORNER的 你洗手盆的時候 就可以看回東邊景觀 也可以看回北邊的鹿湖 山景 客飯廳位就會在中間 這邊其實是之前 原上一手的業主有裝燈的 他就帶走了 之後我們的買家就會再裝燈 這個位置也可以放到大餐桌 甚至在這棵牆都可以應用 因為他可以放一些小物件 大家記不記得跟大家分享 巴西諾那棵牆很漂亮 那棵牆其實我也是做到的 對 什麼牆 巴西諾那棵牆 它不是有棵牆在旁邊的 中間可以放一些酒櫃 有些 可以放的 這個單位當年賣的時候 因為都屬於中高端或高上單位 特色單位 其實它還有窗簾功能 你不需要每次手動去拉窗簾 這邊無論是客飯廳或房間的兩邊 都有按幾粒按鈕 就可以放了窗簾 它有四個模特兒可以控制 就可以放某一幾邊 所以大家回來就算說 太光晚了 我想要暗黑一點 配合我的心情 或者晚上睡覺都可以 好 現在幫你上去 然後這裡有一幅電視牆 可以放電視 這裡也可以放到L-shape的梳化 然後就是有兩邊的露台位置 這邊就可以出去 其實露台是L-shape的 所以你這邊有兩邊 都做了那個Glass door 可以去一邊出一邊入 這個單位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露台真的不算很大 它有多一個露台 主人房還有露台 但它屬於長條型 就未必可以很舒適地放很多梳化 如果大家喜歡大露台的朋友 又想露台用到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Circle 即是樓花 將來2028、2029收樓 你除了有10呎樓底之外 你的露台還可以推到很出幾百呎的露台 還有玻璃墨長 就可以多一點的面積 還有個房間和廁所就是這邊 它們兩個之間的距離很近 這些是很適合大家自住 尤其家裏有老人家 有機會是分房睡覺 立即走到廁所 就不會晚上撞到 這間房間向東邊 也看到少少露台 然後這個房間的尺寸 就相對小一點 所以衣櫃是當初發展商 幫你做好 掛衫的 然後上面放東西 還有一樣房間的樓底非常高 如果你想在上面放一些行李箱 也可以 床就放在這個房間 一樣 它也有電動窗簾 所以其實這個單位真的很好 是客、飯、廳、房間 全部都有電動窗簾 好 這個是第二次房間 大家可以看看 進去嗎 好 基本上這邊全都放了磚 然後桌面 這個應該不是鏡櫃 有地暖 這邊就是浴缸 我們剛剛主人房 可以看看 主人房是門口進來的左邊 我們先進去房間看 主人房的話 有自己的私家露台 一樣有一個很大的 glass lighting door 風景的話 也可以向北邊 哇 這邊好像在望西北溫的海 更漂亮 好 這一樣 十呎樓底 然後放到 king size 床 這邊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就是 shower 也是一樣很高的樓底 有地暖 兩個廁所都有地暖 一個長的桌面 下面也有很多儲物空間 這邊也是一個小櫃 除此之外 它還有一個walk-in closet 大家可以看看 都可以掛到很多衣服 這個單位就和大家參觀完了 有冷暖氣 地理位置方便 如果有興趣 買自住的朋友 最近我累積了很多經驗 可以和大家切磋一下 或者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幫到大家 無論你想買 或者可以馬上搬進去的自住單位 還是說展望幾年之後的樓盤 因為現在其實 在matro town 或者這麼說 在Burnerby Burnerby Burnerby Burkulam Lohit 有多少不同的樓盤 放著 但是真真正正 適合大家考慮自住 希望將來住得好 以及發展商是穩健 將來保值 其實也不多 我已經綜合了所有內容 也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看看有機會再出影片和大家分享 簡單來說 大家可以上網網站 Carriequay.com 主頁上面 之前的主頁也很廢 沒有什麼放進去 現在做了一個新的改版 大家 scroll down 就會看到我做了一張MAT 告訴大家 在我們MATROTOWN 有一兩個樓盤推薦 剛剛提到的 就是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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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ROTOWN GRAND TOWER的高層自住單位 或者大家想便宜一點 不要這麼貴 就是保值一點 因為現在始終利息貴 各方面 將來供樓機有問題 可以考慮RING 性價比很高 一房 兩房 三房都有選擇 要十呎樓底都有 這是MATROTOWN的選擇 但價位始終是七八十萬一房 一百萬至八三萬兩房 三房就差不多八五以上 除了RING的三房便宜一點 另外BRAND WOOD 也有兩個樓盤跟大家分享 一個是剛才提到 Concord Brandwood Oasis 第三座CIRCLE 就是矮層 但是十呎樓底 concrete水泥 那裡都有很多選擇 尤其是如果大家想看 它中間的泳池景 也有些方向很漂亮 可以上網看看 它過少少BRAND WOOD 大家看到它旁邊 有些矮的樓 比起Concord Brandwood 比較矮 如果大家喜歡高檔 意大利發展商 記不記得 巴西諾那段影片 也有很多人說 很漂亮 看起來很棒 好像退休單位 其實它的位置就是BRAND WOOD 隔一個站 現在大家看到 矮樓的位置會建出來 那裡也是一個很適合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將來自住 尤其它的1,2,3,4 就很大 超級闊 比這裡再大 這個單位是900多呎 但看起來已經是1000呎 所以我想到時 巴西諾入伙的時候 應該超級漂亮 好 然後當然 BRAND WOOD 那兩個盤 CIRCLE也好 巴西諾也好 價位跟剛剛Metro Town 差不多 一房七八十萬 兩房就一八至八三 三房基本上八五以上 尤其是高層大單位 可能接近二百萬 如果大家真的想再選擇 再自住多一點 的話 除了RING 可以考慮去那邊 大家看到LOOKMU過去 有一堆建築 那裡已經是BURKILM和LOW HEAT 都有些新盤 價位是便宜的 也有馬上可以入住 就不用等那麼多年 例如CIRCLE OF LOW HEAT 這個盤 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次 它是發展商整座現樓賣 現在還有一些貨尾選擇 而且還是發展商和銀行 輕好了一個很低的利率 可以補你幾年 讓你可以低利率 不需要去五點多去供 所以那裡都有 一房兩房三房選擇 希望幫到大家了 拜拜 拜拜